大家好,我是老白 618即将到来 我们看看目前各个价位段 最值得购买的迷离电脑有哪些 去年算11之后 截至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共测试了多个品牌的 接近40台迷离主机 如果从去年618开始算 它就更多了 今年618 我们简单粗暴的把市场上的迷离主机 分为以下四类 千元以类的英特尔低功耗N系列小主机 1000元到2000元之间的终端迷离主机 2000元到3000元以类的旗舰迷离主机 以上这两类 今年我可能只推荐AMD Ryzen小主机 最后是3000元以上的独闲迷离主机 它们装置了NVIDIA或者AMD的独立移动显卡 那么大家各自心仪的迷离电脑 属于上面哪一类呢 首先是千元以类的低功耗小主机 这张表里基本上就是这一年 你能买到的英特尔低功耗CPU 除了N50我们每颗CPU都测试过不少次 这张表是我们测试的所有N系列低功耗小主机一栏表 大家可以暂停截屏保存 一共36台低功耗小主机的基本数据 包含每台小主机的内存接口 SSD接口 有线网络接口 无线WiFi接口 待机功耗 整机功耗 性能释放 以及Chromemark CPU性能跑分数据 根据它可以出钱筛选您需要的低功耗小主机 然后再去频道内找到并观看相应视频 应该就可以详细了解小主机的全貌了 今年618我们推荐的低功耗小主机是 569元的吉摩克G3 Plus 它装置的是英特尔几乎没有杂胜级的 4核N150CPU G3 Plus主打式便宜 不光准系统价格便宜 自己增加DDR4 3200MHz内存 相对于DDR5 至少4800MHz的内存 也是便宜的多 接近15W的性能释放 散热和静音都优秀 还有2.5G网口 在低功耗小主机中 有越来越多的超小型化的倾向 也只有低功耗CPU 才能真正做到这一手可握的小 虽然是超小体积 但对有线网络接口的要求 那是绝对不能松懈 所以我们推荐的第二台低功耗小主机 是天背N1 Pro N150 它板载的12级内存的价格是859元 板载内存是LPDDR5X4800MHz 它有全功能的Type-C接口 可以PD显示一线通 在这么小的体积内 还有双2.5G网卡 散热精英都优秀 超小体积 价格稍贵 但确实是目前最佳的超小迷离主机 另外 零克EQ14N150 是我们测试过的相同版型的EQ13N100的升级版 它不但同样是双2.5G 还类质电源 准系统价格753元 然后是魔方M9S N305 价格是995元 这是目前价格最低的N305 也是目前性能最强的N系列低功耗小主机 排名第一 COMAC20万分 这四台小主机 就是我们从全部36台N系列低功耗小主机中 精选出来的618百元小主机推荐 569元的GMK吉摩克G3 Plus 859元的天背N1 Pro超小迷离 753元的零克EQ14双2.5G内置电源 还有995元的性能最强的N系列 魔方M9S N305 接着我们来看看1000元到2000元之间的 终端高性能小主机 我们首先推荐的是 刚刚测试过的盘雷WO7 这台1159元就能买到的小主机 也是我们近两年来 唯一最佳HTPC的推荐 它不但有千元级别最强的680M核显 还有满血的HDMI 2.1接口 可以连接到高刷电视机 它的性能接近标压的7735HS 功耗释放 比别家的稍微高一些 散热精英稳定 全功能Type-C接口 能达成PD显示信号一线通 接近1000元的价格非常便宜 是我们在这个价外段的首选 其次我们选择了 奇摩克K6-7840HS 降价到离谱 同时也是降维打击到 下一个级别的超便宜小主机 我们一直把780M核显 当作是旗舰级别小主机的分类 但K6实在是太便宜了 在这个价位 别家在卖6800H、6900HX 它直接就开卖7840HS 而且也是双2.5G网卡 性能最高能跑到62W 比起别家的8845HS 也不差 唯一可能我觉得算缺点的是 它没有提供奥克林克接口 没能达成超级大满贯一线通 但是它便宜 确实需要奥克林克接口玩游戏的朋友 还可以花几十元更换底座 就可以外接一个奥克林克了 今年618千元中断机 我们推荐较少 只有接近千元的最佳HTPC 盘雷WO7 以及降维打击的1699元的 吉摩克K67840HS 618旗舰小主机的推荐 是今年的重头戏 780M核显小主机 我们一共测试了30台 和低功耗小主机的数量相比 也差不了多少 我们首先推荐的 天背GM12系列 外形接口基本上是一致的 天背还在销售的GM12 Plus和Max的型号 它家的8845HS准系统 只卖2069元 8745HS更低 都是大满贯机型 双2.5G 双USB4 双NVM1 还有奥克林克接口 这个级别的旗舰小主机 必须有奥克林克接口 性能也是非常不错的 65瓦性能释放能到17000分 散热和静音都优秀 接口完美 价格真低啊 我们接着推荐的旗舰小主机是 吉莫克 K11和K8 Plus 它们的接口配置外形 也几乎一样 是吉莫克迭代之后的新产品 比便宜的K6要好上不少 K8 Plus的准系统价格是 2199元 K11用了8945HS CPU价格要贵不少 我们看到它也是 大满关接口的配置 性能上K118945HS 算得上是遥遥领迁了 65瓦的性能释放不错 散热优秀 静音稳定 接口完美 玄派创世魔方 也是在一个外形接口上 迭代了三个CPU 它家有果补 最低7840HS准系统价格是2000元 8745HS的价格稍微贵一些 同样的完美接口 80瓦性能释放 排在我们测试的 所有780M核显小主机的前列 双USB4都可以达成PD接入 非常强悍的小主机 最后一套成系列的旗舰小主机推荐 是Milus Forum 明凡UM880系列 这台价格2200元的 几乎完美的小主机 同样也是超级大满块接口水桶机 它长期占据我们性能排行榜的前列 70瓦的功耗释放 接口完美 价格也不贵 这四个不同厂家的 780M核显小主机系列 都是我们推荐的优质小主机 分别是 天背GM12系列 吉莫克K11和K8 Plus 弦派创世魔方 明凡UM880系列 它们准系统价格其实都差不多 都在2000元出头 另外我们还有两个单品780M核显小主机 推荐给大家 第一台是吉夜T8130M 装置8745HS CPU 价格大概是1900元 它采用了台式机的下压散热系统 85瓦性能释放 直接蹬底 同样是超级大满关接口 对于需要强大散热系统的朋友 可以考虑 另外一台是我们以前也一直推荐的 几乎没有短板的 F1VM FA880 升级双2.5G网口后 型号改名为FA880 Pro 就是这价格好像也贵了一点点 它的性能肯定是拍在 所有780M核显小主机的前列的 70瓦性能释放 同样是完美接口 超低待机功耗 接下来是稍微贵一点的 独显迷离主机 也就是至少在3000元以上的 上不封顶 最贵的是我们测试过的 24999元的 ROG LUCK 2025 性能那是真好啊 5080M那是真让人眼馋啊 价格也是真顶啊 最后我们选择了 天背尬的游人系列 推荐给大家 这个系列只卖3000元出头 独立显卡是 AMD6600LE 图形性能比80瓦性能释放的 4060高一甜点 可以看成 80%的RTX4060 不管是性能释放 还是接口都非常满意 但最满意的是 这价格才3000元出头 要知道它的图形性能 是HX370的两倍啊 最后我们来推荐 全场景最值得购买的 迷离主机 M4 Mac mini 它裹补后 万兆网口的盖板 只需要2899元 而我自己那台 是5299元买到手的 搞得我都有一种像补仓 拉平成本的冲动 无敌的单核性能 接近HX370的多核性能 图形性能 至少不比HX370差 这是一台 听不见风扇转 静音完美的 迷离主机 也是迄今为止 最便宜 最优秀的 完美Mac 迷离主机 我建议 有电子好奇心的朋友 勾住它 开启你的 一个新的世界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的推荐 但是啊 我还想多说两句 大家要理解到 下一代 AMD旗舰CPU小主机 不可能 再这么便宜了 我们测试的 890M核显 HX370 准系统 就是4000元级别的了 是目前 780M核显 小主机的价格的 两倍 性能也只比 8845HS 上涨20% 所以 我们确实 下不去首推荐 但是 如果双11 它能跌进 3000元以内 那么 我可以向朋友们 推荐了 而这最新的 Ryzen AI Max Plus 395 价格就更巨了 虽然CPU性能 直接瞪顶 核显性能 也是890M核显的 三倍 但目前啊 它只实用于 有本地 AI部署需求的朋友 因为它有 128G的超大 高频内层 以我们的普遍推荐 还隔着 48000里呢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by bwd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